本节目由公余制成 行以致远的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冠名播出 一张信纸 写不完满满的牵挂 我奔走一生 两袖清风 一个信封 装不下久久的思念 五十八军军长在帐内隔江而望 祭奠母亲 公余制成 行以致远 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邀名分享这自立豪奸的情深 而你犯人不成功便成人的决心去和敌人入国 活着当亡国奴 有什么意思呢 中国不亡有我 请转告得意 云南首档收信分享节目 直断清长 正在播出 是毫不介络的 1937年开始的八年抗战 典军有多少官兵战死沙场 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仅台儿庄一战就有1.8万三银儿郎为国捐躯 他们是我们的老乡 有隔壁张家的儿子或者李家的孙子 一个个活生生的热血男儿 却永远地留在了战场上 没能再回来看一眼自己的亲人 1937年4月 在武圣堂一线的战役结束之后 有人从战地的废墟中扒出了一具中国战士的遗体 而衣服口袋里还有一封没有寄出的家书 慈爱的双清 现在我已加入台儿庄战场了 而以报定不成功便成人的决心 去和敌人肉搏 此后战场上的个人信息 请您老人家别要担心 同时也罢不可多得了吧 伯父以及三四姐 慧珍等各处的信 情况上也不许可我安静地一一问安 飞机不住在抛炸弹 大炮不住咯咯坐下 不可谢了 静父福安 而诗寒贵禀 4月20日 于台儿庄 而诗寒 从这个落款中我们才得知这是滇军六师军 183师1084团三营一连的连长赵诗寒 有名赵克 云南严金县人 在与敌人的激烈交战中壮烈牺牲 年仅26岁 从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 飞机不住地在抛炸弹 大炮不住咔咔地响 不可谢了 静祝福安 我们可以感受到写这封信的那种匆忙和不容易 只是这么艰难写下的一字一句 最终没能让爸爸妈妈看到 本是报平安的信 最后等到的 却是儿子去世的消息 赵克的堂哥赵继昌也和他一样厮杀在战场上 战斗结束之后 赵继昌听到弟弟牺牲的消息 赵继昌把弟弟的遗体 从硝烟弹的战地废墟中扒了出来 因为战斗还在继续 赵继昌把弟弟的遗体火化后 用一个军用背包装着骨灰 天天跨在肩上 随身作战 然而不久 赵继昌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被送往医院救治 直到他康复出院 才把赵克的骨灰和遗书带回了家乡 交到了赵克亲人的手中 出门时还是一个大小伙儿 回来的时候 却只是一刨骨灰 哪个父母不心疼落泪 为了能妥善安置儿子赵克的骨灰 两位老人含泪给政府写了一封信 希望能把儿安葬于公墓 国民第四子赵克为六式军 18三师五四二旅 1084团第一连连长 随军出发抗日 于27年4月23日 在鲁南会战五圣堂战役中 以身殉国 如今三子祭昌奉命随军长回云南办事 并得以将四子赵克的遗挥 带回云南 现在寄存于江西会馆 听说 随晋公署不久之后 将举行六式军阵亡将士的追悼大会 现在正是国家抗日最紧急的关头 国民已经年老 虽然有深切的爱子之心 但是儿子为了保卫国家而捐躯 我们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希望政府能够怜悯国民晚年丧子之痛 让二老得以安慰的是 后来经过龙云主席的批准 赵克的骨灰埋葬在了昆明北教的陆军公墓 国家失去了一名优秀的战士 而父母失去了自己的骨肉 不管怎样 还好我们以此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时光流逝那些硝烟弥漫的战斗画面 依旧在每一个滇军老兵的脑海里 无法抹去 一位滇军老兵在回忆那场战斗时说过 那时他们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 也没有想过要人们来记住自己 他们只想着挫败敌人的傲气 打退敌人的进攻 在他们看来 这是最光荣的冒险 至于成败 他们留给了身后和他们一样 前伏后继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